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SKGOBITDA 幾週前一期視頻我們有分析 為什麼巴佬有很大的可能正在清倉他的第二大倉位 美國銀行 並且如果他真的打算清倉 很可能會在9月底 將美國銀行的持股比重降到10%左右 這樣能夠給他更多的時間 在第四季度悄然清倉美國銀行 那麼最新消息就是巴佬的確在9月底 將美國銀行的股權比重降到了10.5% 而就在第四季度剛開頭 毅然將比重降到了10%以下 這意味著說接下來一整個季度 巴佬對美國銀行的持倉變化 直到明年Berkshire Hathaway發布第四季度財報之前 就再也沒有辦法被我們所追蹤到 而這一系列的操作反而更加大了 巴佬正在清倉美國銀行的可能性 這也意味著如果在這期間 巴佬沒有什麼大的收購動作的話 清倉美國銀行後的 Berkshire Hathaway的現金儲備 從截止到6月底已經相當驚人的2770億 直接增加400億 突破3000億的大關 這還沒有算上Berkshire本身運營 就是一個cash cow的情況下 即使巴佬一直聲稱自己不會去time the market 這個程度的現金儲備還是相當異常的 而這個異常在這週的摩根大通 JP Morgan財報的記者會上 也被CEO Jamie Dimon給證實了 他說 現金在動盪的世界是非常非常寶貴的資產 你見到了我的朋友巴菲特正在團積現金 所以在股市又創新高的今天 他們到底在防範什麼呢? 這週主要幾大銀行都相繼公布了財報 並且都透露出了類似的信息 最新季度銀行財報的成績 亮眼的大多歸結於上季度優異的交易和投行成績 也就是歸功於金融市場的優異表現 但作為銀行主要收入來源的利益淨收益 也就是銀行通過放貸賺取的利息 和支付存款的利息之差都在下降 JP Morgan預期接下來的第四季度利息淨收益 將下跌6% 到2025年 預期是利息淨收益可能再降4% 所以如果看這些銀行這季度的財報記者會 一大半的篇幅都是著重在 接下來美聯儲的繼續降息 可能對這些銀行利息淨收益 帶來多少的負面影響 這個關於預期的討論多到 摩根大通CEO Jamie Dimon都跳出來說 我覺得我們在這邊花那麼多時間討論 明年的利息淨收益會是多少是沒有意義的 這個預期只是一個假設所有事情維持不變情況下的數字 但所有事情從來都不是不變的 如果你有了一個經濟危機 那麼整個利率曲線會和你有持續增長的影響完全不同 這點呢CK我還是贊同的哈 模型預期畢竟只是模型預期 當可能有太多的變數的時候 模型預期也就頂多是個參考 但接下來這段記者提問就很有意思了 他說那些長期投資的股東們也確實不在意這些模型細節 但他們關注的是股本回報率 每個季度摩根大通都在賺那麼多的錢 投資者要怎麼確定摩根大通會好好再投資這些資本 來確保投資者們獲得夠高的股本回報率 例如通過股權回購啊、有機擴張、股息增長等等等等 這個問題其實和巴菲特巴佬的Berkshire Hathaway遇到的一樣 即使什麼都不做 每個季度現金流都會像潮水一樣湧進來 但如果不能合理地再投資這些資本 這些不斷累積的現金就只會在那賺取一些利息 卻不能給投資者們帶去什麼額外的回報 而Berkshire Hathaway從不發股息 除去股權回購 剩下的就是等待巴佬找尋到下一個值得投資或收購的機會 那個被巴佬稱之為大象大小的機會 而對於JP Morgan這些記者和投資者們關心的 就是Jamie Diamond對於這些流入的現金流資本有什麼安排 Jamie Diamond的回答是 我們至少有著300億多餘的資本 但對於我來說這些錢並不燙手 如果你不能合理地投資這些錢那最好是等 我一直很明確我覺得未來會非常動盪 資產價格也偏高 Jamie Diamond還說他可以選擇去購買1000億的貸款 也就是說放貸1000億來獲得6%的貸款利息 立即這個利息淨利潤明天就可以增加幾十億 但我們寧願耐心一點等待 就是說即使現在整個記者會 大家都在關注明年JP Morgan的利息淨收益會下跌 Jamie Diamond也寧願讓這個淨收益下跌 來保留這些銀彈等待機會 我們等待對於我們的股東們來說會更好 這句話已經很說明他對接下來會有動盪的觀點了 不投資這些資本而去增加股權回購呢? Jamie Diamond也不願意 在股價在有形資產價值超兩倍之多的時候回購股權 也不是明智的 這再次代表著 Jamie Diamond不單覺得市場上資產價格總體偏高 就連對他自己摩根大通的股價 他都覺得太高 不願意在這個時候加大股權回購 同樣從側面印證他覺得摩根大通股價偏高的 是他首次賣出了手上860萬JP Morgan股數中的100萬股 認為自己的股價太高而不願意多買的 和巴佬目前正在做的也完全一致 Berkshire Hathaway的股權回購已經在近來到了新低 源自於現在這個高股價 至此本來這個問題已經回答結束了 Jamie Diamond還補了這麼一句 現金在一個動盪世界裡是非常非常寶貴的資產 你看到我的朋友巴菲特也在囤積現金 Jamie Diamond提到了巴菲特 提到了動盪的世界 而巴菲特今年股東會上也提到了類似的擔憂 那就是現在世界越發複雜 牽一發而動全身 總共互相關於2008-2009 如果有什麼相關於200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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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夠確保 但你也可以說 有時會有時會有時會 並且這樣採集快 甚至能分析出現 我們每次五年 或其次十年 而世界更加豐富 更加豐富 更加重 更加密 更加大 更加重 更加可惜 更加有時會有時會 我們也在財報當中說 我們緊密關注當今的地獄政治 而近期所發生的說明情況正在變糟 並且儘管通膨有所減緩 一些重大問題仍然存在 包括巨大的財政赤字 基建需求 貿易重組 和全球的重新軍事化 我們希望最好的發生 但這些事件以及接下來的不確定性意味著 為什麼我們必須準備任何環境 巴勞大量減倉美國銀行 甚至可能在清倉美國銀行 將現金量囤積到了一個驚人的數量 同時 Jimmy Diamond趁著美聯儲繼續降利息前 明明可以繼續放貸 賺6%的利息的機會不要 囤積銀彈現金 來應對他認為接下來的動盪世界 都在給我們提了個醒 即使現在股市創新高 看似風平浪靜 在他們眼裡一場不知名的風暴 卻可能正在生成 市場不會永遠處於高位 那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啦 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喜歡這個視頻的話記得訂閱點贊哦 我是CK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